它留住了蚊子,所以叫做留蚊飯 蚊子吃什麼的? 我不吃 所以留蚊飯就是... 我很笨,所以我是一塊飯 OH SHIT 襯地霖,你有沒有聽過? 襯地霖,噢! 襯地霖 鋪石屎 不是,鋪水泥 因為襯地霖的意思是叫人去死 這麼惡毒 你有沒有聽過Fuck Duck? Fuck Duck?沒有聽過 Fuck Up 沈嘴的嘴型是雙唇輕閉 而稍稍向前 就是... 沈嘴 我覺得這一集是令觀眾學識了 是啊,知識開始豐富了 你是不是要轉型? 我一向都是 心不心虛 切齒煲湯派街坊 如果你有一天切齒煲湯派街坊的話 不要派給我喝 我求求你 如果你到某一天突然間 嘩!伊伊派湯 你就知道有什麼古怪的 他的下戀就是這個... 童子君跳蛋床 會華人? 現在頂多是聽到叫人做MK妹 MK妹 飛仔飛龍 有wap妹嗎? 我 又回到逢星期五的睡著來聽 今次這個 topic 就是...沒有問到你們的 就是這個... 快要消失的廣東話謊言 我這個年代曉悠悠悠悠年齡 真的 但我14歲的 閉嘴 我90後 都聽過不少的 你不是80嗎? 你不是80嗎? 你吃虧啊! 怎樣80啊? 80現在40多歲啊 40多歲啊,叔 就04 最喜歡的就是用年齡來攻擊我啊 現在我發現本來也不會啊 自從我說了我幾歲之後就開始這樣 自從上一次我知道了他幾歲 那我們就拍了一條片 這條片就是...很弱智的 本來沒有想到這麼弱智的 那大家...我不知道這條先出還是那條先出 那大家再看看 聽電話 先聽電話 喂!Conney要...Conney要做什麼位置? 是 你這個會剪下去嗎? 不知道啊?再算啦 再算啦 哈哈 哈哈哈哈 你這個會給反應嗎? 你剛才在那邊啊? 節目一開始的時候就講一講啦 如果想我平時出片的速度再快一點的話 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這個系列呢 就逢星期一集... 糟糕 就逢星期五一集啦 哎呀又要剪啦 我到現在都沒有訓練到 可以不用剪 這樣出podcast 好羨慕白兵 以前年代的人才會聽到 有沒有聽過騎樓這件事? 有啊 哇 騎樓是什麼? 騎樓就是露台之類的friend 其實好像是 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也是很小的時候才聽 我家裡有騎樓 威威啦 我家裡有騎樓 不是我家裡有騎樓 所以我從小到大都叫它做騎樓 真的嗎? 是啊 哦 想不到啊 那這集呢 其實主要是我在網上找到不少塊 那就開始問一下你到底有沒有聽過 日仔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可以 你說你本身聽過的是什麼? 事吉馬行田 事吉馬行田 突然之間置證了 是馬行田的應該是會叫做 那意思是什麼? 不知道 蛤?我頂啊? 不是啊 色跟勒是兩回事 但我那隻色是我廢的那些學識的人 所以我都不可以說只是色 但你知規矩的? 其實不知道 不是 那你認識什麼啊? 你認識拿起木棋嗎? 你認識什麼? 我就是認識馬行田 那我都是 不那是馬行 日啊 哦 即是兩格的 那什麼是行田 行田那個是有隻叫像的 或者叫上那隻 才可以四格打對角 好 我重新多次 我是不認識 是啊 神經病 什麼都想認識 那看看我收集了什麼回來 你本身認識什麼? 我本身也認識很多 你有沒有聽過 尿吶? 認識 但這些是謊言嗎? I mean 我要去到 好像是什麼 狗咬雷洞崩 不識好人心 日久見人心 不識好人心 才是謊言 原來這些都是 狗咬雷洞崩那些是 揭後語 就是什麼 黎菩薩過崗那些是 揭後語 你知有聽過嗎? 有有有 我餓很多 是嗎? 因為我本身是很老的一個人 OK 我平時去買菜 喂 歌仔半斤菜 這樣 這個有幾方言 然後我經常叫歌仔 然後我叫我老闆 都是叫歌仔 你看了我的報告沒有 然後我就被人說 喂 你幾歲又叫我歌仔 可能說我很老 是嗎? 我又不覺得 未來這個測驗可以 讓你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很老 OK 撩咬雷是為什麼呢? 撩咬雷 是不是你這個人很撩咬雷 或者是這件事 這麼撩咬雷 真的很複雜 或者是很撩 總之就是很麻煩 整件事很卡 錯 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 撩咬雷是代表 譬如你要訂貨的 可能你一定訂500件 突然之間有一個月 你訂了502件 然後 如果有人看到 為什麼這次訂得這麼撩咬雷 是這樣用的 撩咬雷 但我不懂得怎麼寫 我也想知道撩咬雷 如果要寫出來的話 是不是撩字加個咬字? 加個咬字 撩咬 撩住那個咬 怎麼寫 OK 我也不懂 咬住咬怎麼寫 我只是做例子 OK 我 神經病 你說了另一個寫不到的字 接著就是 龍溜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龍溜沒有聽過? 龍溜 就是看看你這次有什麼龍溜 有沒有聽過? 沒有 好像在說泰文 呵呵呵 不是不是 呵呵呵 真的像 像通尼渣出來說那些 龍溜 龍溜都是隻雞仔 哦 我還以為什麼關於伸直器的 Dissie 神經病 什麼龍? 龍? 為什麼你可以 尿? 呵呵 哈哈 跟爪龍溜是有些關係 是有點淵源的 神經病 不要經常朝著這個方向想 我經常說現在是00後真的是神經病 我不是了 重新多次 你不是什麼? 你不是00後還是神經病 我是00後 我不是神經病 不是我沒有朝著這個方向想 蛤? 我不是那個 脆上面那些 脆的 是被人改一個名字叫脆 我知道 我回來了 好 來 這個 來了 有沒有聽過格格gelgel? 格格gelgel? 是 有沒有聽過? 就是跟焦焦漬漬漬的一樣 跟焦焦漬漬漬有些不一樣 漬漬 漬漬 格格gelgel沒有? 格格gelgel 好像你的樣子很焦漬漬 不是 格格gelgel就是類似 你的格很漬漬 就是很漏漬 有一點是 通常在說什麼你都可能搏兩句 噢 頂嘴 是啊 頂嘴 像是頂嘴 但是這裡有個解釋就是說 其實格格gelgel是來自馬來話的 噢 馬來話的kacau kacau kacau 就是搞亂 搞亂當的意思 搞搞 搞搞 但是他這裡沒有說什麼叫叫叫叫叫 搞搞震震 嘩 要問回 搞搞震震 搞搞震震 要問回馬來人是不是真的 要問我認識的唯一一個馬來人是 林明禎 是阿禎 哦 以為你認識林明禎 我也想認識 瘋了 我問你 你有聽過阿滋亞座的 阿滋亞座有聽過 阿滋亞座下一句是什麼 阿滋亞座之後就 阿滋亞座 咪咪摩摩 不是 你不知道嗎 阿滋亞座之後其實有個地方名 夠老的人就會聽過 你們有沒有聽過 阿滋亞座 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不是 那個音不是 OK 三個字 是 阿滋亞座 是 摩樂歌 嘟嘟 為什麼你會知道 因為我阿滋亞這樣叫 我聽過的 我聽過 都知道了 摩樂歌 是啊 我也是跟我阿爺那一代 告訴我才知道 其實我們長輩算是同輩 其實我應該跟你同輩 我不應該說你可以生得我出 你知道就好了 上次在一段影片中 說了一些這麼好意識的句子 竟然我生得你出 犯法 不 然後這個 這個真的不知道 狗之媽祿有沒有聽過 為什麼他們的畫那麼奇怪 是啊 我都不知道 狗之媽祿 OK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推它出來 狗 推什麼出來 請問 你們想說 逐個字想 狗應該不是很需要怎樣想 知 一知 一知 OK 那媽祿呢 媽祿嗎 狗之媽祿 字面意思 不是不是不是 神經病怎麼用 什麼時候才說出來 我投降 這題我不知道 上網找到解釋 狗之媽祿就連我都沒有聽過 我反而是近期才有聽過人家說狗之媽祿 究竟是誰 開他名字呢 我聽人家的Podcast 我聽人家的Podcast 就是那個人的口頭善 我上網找到解釋 就是在說 形容那些人說話雜亂無章 又或者做事一塌糊塗 我再說一次 狗之媽祿 OK 現在我就會不會說你 不是 我想說這樣 其實可以形容你 他就是狗之媽祿的默默 你說話有時候會雜亂無章 不是 你的文法是不會雜亂無章的 我是會跳 而且你的文法會雜亂 我超雜亂 是 不喜歡抹大口 然後呢 那些什麼 匹匹你的龍的洞 這個其實我就 你應該沒有聽過 好鑫 好鑫其實也是的 我想說 好鑫是以前的句子 說人家老頭的 為什麼你會懂鑫這個字 現在的年輕人是不懂鑫這個字 我懷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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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下 club 那些人的樣子就很鑫 真的 真的 那些人的樣子很濕 神經病 是這樣的嗎 還有我們之前是 就是我那個年代 我中學年代是 曾經有 你知道這樣的句子 一定會被人扭少少少 我們曾經有一陣子說過 出去濕的 因為wet 然後我們說出去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歷過這個年代 會不會就是形容 好不可以 我很想說這個 請說 來來來來 歡迎 真的 會 形容 OK 我不說了 搞錯 不行了 開這個字要說 快點說 這個就是 我們也是 下次再說 傾傾下回分界 為什麼 我不覺得會是你想的形容 因為以前的年代 就算你出去保齡 那些人都說 我出去wet 哦 會溝到女的 下一步就是 哦 你又要把它扭回去 好 但是你有聽過 沒有 這個其實不算是一個 很順口 批拍你的龍的洞 對 我不覺得是一個廣東話的謊言 因為它是電視劇集出來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真情 不是 不是 香港以前的電視 inte是 llc 這是陳情 還有這個西遊記 即將偉ilton的西遊記 孫悟空的口出門 我好像有聽過 哦 又有聽過 我最有印象的 TVB舊時的戲就是 那一定是 因為它是早上 七點半開始播 在上學時就會聽到 啊 它是早上播的 這麼早播的嗎? 你想想 我的年代 不是 已經是翻譜 翻譜 再翻譜 我上學中五 三年前 不是 兩年前 你真的很懶惰 中五講得好像很舊的 跟我說是兩年前 那時候真誠好像是全香港最長壽的 現在已經是外輩家 已經打倒了 外輩家我覺得有點卑鄙 它這麼多個不同的 不是的 它只是最後一個才是 即是甚麼? 它現在播的速低 這個集才是打倒了 它沒有計算到其他外輩家 還這麼瘋的? 是啊 它是一個好像 每一集都不太關閃 即是多拉A夢 是啊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看到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的 你說 我可以回這間歌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這個問一下你明白嗎? 可以 甚麼叫做流蚊飯 有沒有聽過 流蚊飯 流蚊飯 牛蚊飯 流蚊飯 對 可不可以推出來 可以 這個就是要推出來 這個要推出來 對 流蚊飯 蚊是蚊飯 即是我蚊的飯 不是 蚊是一隻蚊的蚊 哦 流蚊 飯 飯 即是飯很香 對的飯 就叫流蚊飯 即是它留著蚊在這裡 所以它叫流蚊飯 小姐 蚊吃飯 會的 當然不會 蚊吃甚麼的 哦 吃血的 所以流蚊飯 就是 我很笨 所以我是一塊飯 oh shit 是嗎? 流蚊飯 就是流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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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智商在這裡 反而彰顯出來 好厲害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的邏輯有點卡卡卡的 哎 我都開始明白的 開始明白 你上次是說 你爸爸有餵繪羊 所以你遺傳了 我知道我上網搜尋 好像真的有 真的會遺傳 其實我夠了 我會推出來 哦 不說這個 我很生氣 好 你有沒有聽過 我有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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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扒不甩 你 扒不甩 那 那 可以 不一定是你扒不甩 嘛 我扒不甩 我扒不甩 都可以這樣說 那 那為什麼會叫做扒不甩 扒不甩 那 那 就是 扒不甩 有一個甚麼情況 扒不甩 不是啊 對 意思是代表糟糕 但是為什麼會出扒不甩 即是因為他餵賄養 所以他不甩甩 我不知道什麼是甩甩 你不斷說你也不知道什麼是甩甩 甩甩 他是一個耳聲詞 不是 OK的 耳什麼聲 耳動聲 對不起 耳什麼聲 他肚甩 甩甩甩 你是有豐富的想像力 但不是 適合重點學 會不會想像力 有創意 但向著錯的方法 不甩甩 不甩甩 即是燜飯 不甩甩 不甩 血的英文是 不甩甩 不甩 血的英文是不甩甩 我去甩血 甩血 跟我一開始推 沒錯 他餵他一樣 但你是不知道 一樣 所以很嚴重 所以很嚴重 通常因為以前的人 是 我現在才知道 我有跟我阿嬤 可以這樣互吊 你這樣互吊 他說你出去什麼 你都會說 阿嬤你甩甩甩 這樣 不是 OK 因為甩甩甩 通常都是嚴重的 因為正常來說 可能你生硬 可能甩甩甩 餵股人也會 餵股人也會 尤其生脂瘡也會 那你有沒有 我沒有 真的 但我試過甩甩了 就是 會不會是痔瘡爆了 不是 不是 有痔瘡很明白 你坐不下 那你有生過嗎 你有沒有生過 那你怎麼知道生痔瘡 因為我會坐得低 我不用那些什麼痔瘡沽 我純粹是 因為我好感覺到 要出來的那個東西實在太實正 好像有些三尖八角 然後就傷了 OK 傷了 很傷 會不會是你的肛門三千八角 所以搞到 他們出來 我的肛門三千八角 我覺得這個人很煩 我覺得這個人 你的邏輯是 我都好像圍著燒 不要不停形容肛門 好了 然後這個我突然想到 我們平時最喜歡說 又不是很粗口的 就是修皮 修皮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叫修皮 因為修皮是叫他去修皮 我問你那為什麼修皮這個字怎麼來 他需要有人幫他收屎 不是去到這麼嚴重的 很嚴重的 這樣 你修皮了 你修皮了 不是 那你修皮了 你修皮了 其實修皮真的有個故事 真的有出處 OK 但你等我修完之後 我告訴你 好急 OK 回來了 就說一說修皮的故事 可以 其實就是因為大概是這樣 以前中國古時 就有些賭方 就是那些人會進去賭 但是看劇都知道 官府是會抓的 就是會 現在都抓的 現在都抓的 是 不好意思 現在都抓的 但是以前的賭蕩 如何去顯示自己是一個大賭蕩 或者是一個厲害的賭蕩 就是他們會把一些很名貴的動物皮 哦 放上牆 是的 然後官府一來到 錢不拿 人 人呢 都不是最重要 是馬上收走那些皮 因為那塊皮 很貴的 是的 收走那些皮 但是錢真的不需要嗎 錢之後才收 OK 皮是最重要 是的 所以如果一有那些 搞不定要走了 拜北 拜推 那些情況就是 喂收皮 快點收皮 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收皮就是這樣 這個字 好像學到東西 是真的學到東西 我沒想過上你的節目 是會學到東西 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畢竟我是一個知識豐富的KOL 的KAL 我是一個知識豐富的KAL 我不知道有KAL的詞 這個是新的 我想說我很久之前 我兩年前有聽過KAL KAL 是啊 就是KL KAL KAL 可能是因為我朋友傳出來的 那時候都沒有太多人聽到 可能就是我朋友傳出來 現在很多人說KAL 但我經常覺得KAL 和KAM字有點近 所以好像未必是一件好事 雖然我是一個KAL 好 接著就是 有沒有聽過沙哩浪蟲 你們這些很激 對呀 以前那些方言 為什麼還有沙哩浪蟲 什麼 迫力蹦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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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迫力蹦 但是我研究過 就是通常以前說的那些方言 是寫不出來的 哦 就是你不可以寫信給別人 沙哩浪蟲 你是不知道怎麼寫出來的 但是 他們沒有口語 他們寫信 他們是用書面語寫信 是 那沙哩浪蟲 那 好了 沙哩浪蟲會被寫成什麼書面語 沙哩浪蟲 在看我的老闆包極限 對呀 這個我覺得不是可以用推理推出來的 怎麼推呀 就是字我都不吃 沙哩浪蟲 沙 沙 不然沙 我說沙 沙 沙 就是這樣解 現在嘗試用沙哩浪蟲做一句句子出來 沙哩浪蟲真的好沙哩浪蟲 喂 這個podcast 怎麼做下去 開始燒到老細胞了怎麼辦 現在很缺乏 算了我不用你做句了 這次 救命 這個就是沒有老嘉賓的一個壞處 但是也是一個好處 那些人純粹是 你要有老陳Sam先生 哦是 但是他太有老了 顯得我沒有老了 你明白嗎 那其實 真的是 角花入角眼了 呵呵 我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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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能這條片出了 你也會跟扭蛋那條片一樣 差不多 但是你這次弱智一點 唉 那麼大惡 好 那我問你了 沙地霖你有沒有聽過 沙地霖 哦 沙地霖 鋪石屎 不是 鋪水泥 你真的覺得是這樣嗎 沙地霖 怎麼推啊 大哥 沙地霖很容易推 沙地霖 我可以做什麼 睡覺 哈哈 我給你一個例子的句子 通常都是說 你沙地霖 不是 不要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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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報應是馬上來的 因為沙地霖的意思是叫人去死 這麼惡毒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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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來 哈哈哈哈 沙地霖的意思是因為 那死要怎樣 要入土為安 即是要掘地 哦 那沙地霖的時候 其實都很難推 很容易推 首先 很方便 死得 哎呀 幹什麼 哈哈 很惡毒的 哎呀 找第一個 但是真的要推出去 你想一下 我叫你去死 然後你才可以掘地 然後才是趁地霖 才可以掘 即是我要死了 我才可以趁地霖 OK 不是呀 是趁地霖就趁去死呀 不是死了才趁地霖 OK OK 是啊 這個是前後的分別 嗯 哈哈 很難做下去 哈哈 又迎來這個 podcast主持的瓶頸位 那 葡里亞摩蛋蛋波有沒有聽過 知道 OK 這個就是小意思 這個真是 葡里亞摩蛋蛋波 這個我跟我男朋友 之間經常用 是嗎 為什麼 不知道 我很喜歡看 《周星馳》的 哦 原來《周星馳》到來 我都不知道 《周星馳》也有說過 定了還是我 我記錯了 你屈了《周星馳》 會不會 你大家告訴我 我也希望星爺知道的話 可以在下面comment 我對不對 你真是挺大野心的 想一下沒有 沒有壞的 你有沒有聽過Fuck up Fuck up with friend 有可能真的 是啊 你有沒有聽過Fuck up Fuck up沒有聽過 Fuck up就聽過 即是有時候會罵人 Fuck up仔 Fuck up妹 沒有 很老 真的 有多老 Fuck up 你會用 你在什麼年代 譬如 譬如我現在 和你做節目 然後你剛才說的 關於你的邏輯 完全不知道去哪裡的時候 我就可以跟你說 你是不是吃過Fuck up 哦 Fuck up的 friend 是啊 哦 Fuck up的 Fuck up這裡有幾種解法 傳出來有幾種解法 一個就是毒品 即Fuck up是毒品 哦 Fuck up 然後有時候 也有聽過Fuck up這件事 嗯 但是也有人說 譬如Fuck up妹 就是 那些 可能 很性開放的 女生 很Fuck up 因為Fuck up 哦 因為Fuck up 這三個都聽過 但是在我小時候 通常是形容那些人 是不是 黏了線啊 吃了毒品 Fuck up的 對了 看來我媽媽也很煙 我媽媽不會說Fuck 她會說什麼 她會說的 Fuck up的 Fuck up的 Fuck up的是那個年代的 那我媽媽也年輕了 你媽媽多少歲啊 70 真的年輕 真的嗎 真的年輕 其實我不知道 有沒有聽過Fuck up啊 Fuck up Fuck up 有沒有聽過 怎麼形容別人 I mean 其實你剛剛前面說的 你修皮 你Fuck up 但是你今次不是 你Fuck up 沒有你Fuck up 沒有你Fuck up 這件事 哪有你Fuck up 神經病 Fuck up就是 看看你有什麼Fuck up 能耐 好耶 這個OK 有些腦 有些腦 其實也挺容易退 是嗎 開始照照直直 之前有人說過 有沒有聽過 牙刷 牙刷也是這個 這個不算舊 牙刷這個真的很舊 搞到我也想知道 牙刷仔 牙刷 我推出來 我猜 就是因為牠要長期 在那裡 駁嘴 牙刷 是 就是牠要嘴不斷動 就是這樣 牠要刷牙 因為牙用得多 所以牙刷 嘩 好像又真的 是不是 就是 炫耀 就是會有一個驕傲的意思 其實跟我的想法 其實都差一點遠 是不是 這裡我有一篇 說了出來 不知道有沒有用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 在廣州 有一間叫做 蘇記的小雜貨店 店主 幾有生意頭腦 當時 那些人就很輕 用這個 豬頸毛的牙刷 就抹一些 鹽去刷牙 保持口腔清潔 然後 那間店鋪每賣一個牙刷 就會送上一包鹽 那時候那些人就很興奮 因為有這個推廣 就是送鹽 接著這間店鋪 就推出了一種 軟條 舌頭刮 原來以前已經有舌頭結症刮 就跟牙刷和鹽一起賣 那海報就寫著這個牙刷刷 鷹刷刷 菜老串鵬 口齒去開發 那後來這個廣告就傳開了 人家就把牙刷的刷字 就變成了這個鞋韻 那都是刷字 但就用來形容驕傲字大 喜歡吹牛的人 哦 我原本以為是 真的很薄咀那些 我慢慢會用牙刷 都可以 都是的 但是是驕傲多些的 想不到一個以前的廣告 可以變成了這個 廣東話的 謊言 可能陽光以後都會變成 說那些人很漂亮 就說你是陽光 陽光 伴我 陽光 你有難音 我很多難音 有沒有聽過黃家瓣 黃家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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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 你沒有聽過黃家瓣的 你真的沒有聽過黃家瓣的 人名來的 聽過黃家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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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家瓣 我以為是黃家瓣 黃家瓣 黃家瓣 即是一個黃 不是 是瓣船的瓣 不是 黃家瓣即是 是 黃家瓣 黃家瓣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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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過 是 是 因為你只說過 我以為你明白 我本身是明白的 但因為是你講的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想到其他東西 黃家瓣是 是 真是 我媽媽 都是我媽媽跟我說過 OK 你媽媽又跟你講過 吃黃家瓣 你到底是做些什麼 你說 你做些什麼 你媽媽覺得你要吃黃家瓣 不知道 喂 說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為什麼媽媽要叫我吃黃家瓣 讓我想想 你又要咳 你也是要咳的 不爭做 快點想 那你 你肯定想要怎麼拼嘴 她說我太聰明了 就要吃黃家瓣 即是可能會租一些人暗算 可以了 不用再說 夠夠夠夠夠 好累 有沒有被人說過你吃玻璃帶 有啊 這個很明顯 真的你是 站在電視前面 你吃玻璃帶 是的 是的 我挺怕你會說 那個人很脆弱 其實我也挺老 但我聽開張國榮 說真的 OK的 那張國榮這個的確跨年代 還有梅艷芳 陳百強 黃潔 最近聽著 最近聽著 還有沒有人說 你有聽過沐嘴嗎 有啊 一定有 我會罵人沐嘴 真的嗎 這個是我會用 我說你的沐嘴 但你知不知道沐嘴怎麼來 不知道沐嘴怎麼來 但我會罵人 你的沐嘴 她的樣子 又好像不跟她的樣子 她的嘴有些沐嘴嗎 什麼叫做沐嘴有沐 這個是我會罵人 還有我的公司 我會罵導演 你的沐嘴 哇 你這間公司 都真的對你好好 只能夠說 你的沐嘴 沐嘴 很想知道沐嘴點故 你是一個求學的人 你很有上進的心 多謝你 多謝你 令到這個節目不敵你 對呀 開始要去到這個地步 不是我真心 我壞了 我的電話 按不到一部的聲音 嘩 那這部電話的成本都大 為什麼 整壞了一部電話 整壞了一部電話 嘩很無奈 那大家就要進去 EG的會員 嘩 活該 怪人不知你公司對你這麼好 你懂得在這些時候宣傳 嘩不行 為什麼會不行 銀包君在哭 一直都在哭 沒有收個聲 不如我來吧 好呀 好呀 雖然我說我幫你找到 但我回覆了訊息 沐嘴點故 他怎麼用沐嘴 口齒不靈利 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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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人沐嘴 即是說他口齒不靈利 傻是 出言 作事沒分寸 常開罪人 即是你是一個沐嘴 即是原來你是一個沐嘴 八十年代初期的香港電視劇集 親情深入民心 周潤發飾演石輝一國為人善良 但是釣而浪當很喜歡弄古人 石輝出言輕挑 經常都說 是這樣才不是什麼 為什麼要交他這樣給我 都不關目咀嘴事 你明白嗎 為什麼要交他這樣給我 都不關目咀嘴事 我喜歡讀高一點 讀了目 目 為音入聲 哇 這很高學 很高學習水平 印象入面 目咀嘴的嘴型是 雙唇輕弊 而稍稍向前 目咀 我們一起試試 雙唇輕弊 而稍稍向前 就是 目咀 目咀 真的 口齒不靈利 傻是 嘻是 是 這段 speech 作者也寫了 自己對目咀是有什麼看法的 近年來 不少剛出道 有些年輕的藝人 喜歡扮無知 我沒有扮過無知 我很聰明 你不是扮 夠了 將嘴唇 拉長 輕閉內合 一念天真無邪 將成年人兒童化 因此目咀又有新定義 又有新定義 又有新定義 其實我不是扮無知 你真是一個目咀 不是呀 目咀是扮無知 我不是目咀 即是在古時你就真是一個目咀 但現在你就不是 不是呀 因為古時不是白眼 古時是真是 哦 那也是 這裡有一個更加深入的討論 我心裡面的目咀又是怎樣的呢 就是在高位沒有熱情和使命感 只顧著找飯吃的人 好像在拍攝 人 是啊 我們 我們要不再討論下去 我們要不再討論下去 嗯 我條菜有沒有聽過 哦 我條女 但為什麼呢 為什麼 我吃了 我條菜 哦 是不是這樣 可能真的 哦 You are my cup of tea 叫什麼 真的 真的哦 是嗎 You are my cup of tea 奶奶沒袋 就是茶 喂 你說我杯茶 那你是我的醋 因為茶也是醃 哦 哈哈 亂喝你 大家都是 植物 你咬我吃呀 這個應該大家都吃 不是的 你是不認識的 我一開始 蛤 不是太知道 經過我公司同事 一班老一輩的教導 我都知道 OK 那是代表 吹 哦 是 竟然一開始不知道咬我吃 這個是我公司同事 因為我公司導演 都是老一輩的人 然後呢 他就跟你說你咬我吃 是 你咬我吃 但是他太老了 你會不會覺得你得罪很多人 我會不會得罪公司 車大炮為什麼 車大炮就是講大話 是 但是為什麼會叫車大炮 哦 看見你的反應 我就推出來 好 好 就是從前 上世紀二十年代 有個將軍 他騙了皇帝 說他車一箱大炮過來 但是最後他講大話 所以這個就叫車大炮 我覺得你算厲害 但是不對 但是不對 不對 我去搜尋這個解釋 廣東話百貨 車大炮是一種武器 這個解釋 是真的要有這麼大學術水平的人 才可以知道 那就要呼喚這個聲 我覺得他也未必知道 他有可能知道 因為他本身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是有一些字 是現在已經不會用的了 這個就是車子 是車子 一開始 本意是誇張的 就是車這個字 就不是我們現在撥撥車的那個車 是有另一個車字 車齒 是的 本意就是誇張吹虛 然後炮的本字 就是這個什麼 卯 我不知道這個字是否讀卯 是古漢字 所以我們是不會知道 除非你有讀過 意思就是誇大虛張的意思 我決定 大家不好意思 雖然躺著來聽 但是大家最好都看一看畫面 我覺得這一集是令觀眾學會了 是的 知識開始豐富了 其實 你是不是要轉型 其實我一向都是 心不心虛 不心虛 我本意是這樣 就是你要用一個 比較輕鬆的方法 令到人得到一些 平時不想知道的 其實是這樣 直直 說到哪裏 真是大謊 說完的了嗎 對 說完 其實是不是你接近我 其實是 和你拍一條片 跌至上 好嚴重 第一次見到什麼 有講沒有做 海底隧道 我是不知道這句話是怎麼來的 很尷尬 是不是曾經有什麼 海底隧道 只是講了會做 但是沒有真的建設過 我是正確的 不是 即是不是香港 哈哈哈哈 即是不是香港 那 但是它是漢語 可能 可能 但不要不要不要 可能 台灣 其實台灣 都不是很講的 其實台灣 算了算了 好幣加勒 你幣加勒 你是有聽過幣加勒的 很幣加勒 幣加勒的朋友 但我想知道的典故 你真的很有知識 你不覺得它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又要這樣說出來嗎 幣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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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拖子還沒適老 這樣 是啊 即是火等於Nail 可能是 即是夠火就是夠Nail 當然 不是英文 哦 有沒有聽過人說 你也撒岸 你也撒岸 有聽過 我公司老一輩的那班 你也撒岸 我本身做這一撒岸 我都會說 我都會說 即是我 我都會說 男朋友 所有那些 罵人的說話 你就是對他講 真是不得了 是啊 我不會罵朋友 只會罵男朋友 還有我工作的 即是我們一起工作的夥伴 嗯 就開始會有些 口舌之陣 埋單有沒有聽過 一定有 但是埋單 另一個解釋是什麼 我埋了一張單句 這個是原本的解釋 這個廣東話方言的解釋是什麼 不知道 哦 你知道的 知道 因為以前那個年代的 古惑仔都經常說這件事 就是 我埋你的單 哦 收你皮 是啊 埋單 但是呢 現在可以去到 哦 我要了你了 我埋你的單 哦 好厲害 一人教Wayman說 有啊 因為我跟他都是這樣說 都是我幫你埋單 哈哈 神經病 你在鏡頭前講的 全部 Wayman看到 我都不知道會有什麼反應 真的很好笑 是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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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想在這裡推介 在片段剪走 因為太長 又想推介 我想說我們上一條片 好像 Wayman的鏡頭 沒有出現 但是無處不在 是啊 他好像不斷出現 這條片也是 哈哈 大家要看ViuTV的亂說話 哈哈 真的很嚴重 真的亂說話 真的亂說話 所以都是劇效果 是 是嗎 我們是沒有流血事件發生過的 有嗎 不用特地說的了 我覺得 一會兒你留在我來做Live 你聰明一點 哈哈 我現在還要託他幫我買外賣 所以 但是我想問 現在是不是 已經沒有一個字去形容 一些人很符合潮流 以前我一開始的年代 就是說你很In 這個In 算是夠了 很近 還近嗎 很久 現在沒有人說你很In 沒有人會這樣說 In就是International 應該是 很In 就是很International 那是說人家很國際化而已 嗯 那也是 很In 國際化不就是符合潮流 可以這樣定義嗎 我又沒有想到一個直接的Lalang Lalang也是 Lalang 現在都會說Lalang 我會 Lalang還沒實存 我還沒說到 我做這一集的原因就是我想保育 保育一些以前會說的句子 因為這些東西是不可以消失的 有沒有聽過架勢 你很架勢啊 就是這個是 就是你很威風啊 OK 其實我認識很多 是嗎 現在 你都不用沙哩龍蟲 沙哩龍蟲 沙哩龍蟲 留言跟我說 好不好 究竟是我問題 還是他問題 當然是你問題 我媽也不會說 可能你的媽不認識 我們下次可以call in 其實我應該找你媽過來 我應該找你媽過來 知道嗎 是啊 他應該趕得回來 你也要殺我 不如這樣說 以前的人說 阿尿有什麼說法 阿尿 我 我想到一個 放水 欸 放水 我沒聽過這件事 我只聽過人比賽放水 人比賽放水 人比賽放水 我沒聽過放水 我去放一放水 你沒聽過嗎 因為我在我的年代 你去放一放水 我去放一放水 我去放一放水 放水是指人打架球 但他就是放水 我只是聽過人說 我放水 我聽過版本是渣水 他就渣渣水 而且再舊一點 就有人說他交水費 他是交低水 放水 放水 但你們沒聽過嗎 會不會 撞啊 因為放水的意思是 譬如我和你咬手掛 不如你咬贏了我 然後有些人說放水 但這個是動詞 我還怕你是在想 不是 咬手掛我未必會贏到你 誰放水啊 ICQ你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是一個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 我真的覺得還沒到 是嗎 這個聯絡工具 OK 他不是很 那不是很 你有沒有去用過This C schwer 我當然有 1765 1708 什麼 ICQ號籃 以前所有人的IC C 叫做的人 是的 以前就是偏好 但我覺得 ICQ 很好玩 有沒有成功追求女生過? 有被人成功追求過 潮州音樂 我記得的 潮州音樂是什麼呢? 我忘記了 我記得是好笑的 我完全沒有聽過潮州音樂 我之前是認識潮州音樂 是真的有個意思的 但這個不算是好笑的 但你猜不到 可能我推到出來 好啊 我給你一點例題 譬如現在我們一起去溫書 然後去考試 然後唯獨只有我一個 是未溫好的 然後你們所有人都走了 然後就臨走之前 我說 糟了 我還是不明白 然後你們跟我說 你潮州音樂啦 跟仆街差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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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你潮州音樂啦 你要努力一點 是不是這樣呢? 不是 這是真的猜不到的 真的 因為它是說 它的結合語是 自己顧自己 哦 哦 為什麼 自己顧自己 但是它是一個 結合語來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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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顧自己 潮州音樂 自己顧 潮州 這個後語的點故 哦 突然有聽過啊 我不知道 我身邊有很多 不是很年輕的朋友 五十歲都有啦 OK 我以為你又想拍射我 很敏感啊 現在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發老王的妹 發老王的妹 沒有聽過 以前的人是說 發老王的妹 就是形容一些女生發誠奇 對 發孝 對 發老王的妹 發孝 哈哈 這個女兒說話有些問題 陳臉猛猛吃甜筒 你沒聽過嗎 我以為這個一定聽過 我有說陳臉猛猛 但是我沒有說什麼吃甜筒 蛤 陳臉猛猛是吃甜筒的 為什麼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陳臉猛猛是吃甜筒 陳臉猛猛為什麼要吃甜筒 我應該問ChatGVT 你就這樣說出來已經很好笑 陳臉猛猛為什麼要吃甜筒 但是我找到為什麼 用於說人很蠢 或者是白癡 上戀比較常見 但是下戀是後人覺得信口加上去 下戀後期又演變成 你是不是吃錯了猛仔甜筒 我沒聽過 但是這是Google告訴我 Google原來是可以找到粗口 意思是指人實在很疾 再加上遲鈍 找不到原因 所以就說他吃錯甜筒 甜筒前面又可以變成其他字 靈活使用 神經病 現在Google也有些錢 我找這個比牙刷 比起我 我就可以刷某某食甜筒 你是目嘴 我是目嘴 目嘴比較對 我是目嘴 我看來要改名 是的你可以幫自己 目嘴 寫一個評語MUK1 目 目 你有沒有聽過切齒煲湯派街坊 切齒煲湯派街坊 切齒煲湯派 好暴力 不是 但是你有聽過嗎 沒有聽過 切齒煲湯派街坊 應該有聽過問 不知道什麼事 它是有人顯示決心的 噢 切齒已經很有 決心去做這件事 沒錯 那你有沒有切齒煲湯 我沒試過有決心 我不會說 如果我每逢星期五做一集 躺著來聽 我就切齒煲湯派街坊 我是沒有說過的 如果你有一天真的切齒煲湯派街坊 不要派給我喝 我求你 你是不是瘋 如果你到某一天 突然間 EG派湯 你就知道有什麼古怪 你知道有古怪 沒有了 煲湯 裡面有 裡面有EG條 夠了夠了夠了 問題在於 這句話其實有下暖 可以推一推嗎 好啊 給你一點時間想 切齒煲湯派街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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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加些字進去吧 你不要在音調的方面想 要壓勻 有幾個字 不用說壓勻 下暖不一定要壓勻 幾個字 一模一樣 跟切齒煲湯派街坊 切齒煲湯派街坊 那才是下暖的 都不會的 我免得說一些很漆氣 我過一段分析 他的下暖就是 斬嵐和粉沖水喝 這麼大的決心 是啊 很大的決心 即是你要 決心 斬嵐和粉 全部都說出來 我就切齒煲湯派街坊 斬嵐和粉沖水喝 那就很有決心了 很有氣勢 很有氣勢 如果我開Live做這件事 一定會有很多人 總之你要切齒煲湯 然後留一半 因為前一半就要煲湯 後一半就要磨粉沖水 嘩 我很想拍一條Igirius 出去挑戰一下人家 挑戰一下什麼 你切齒煲湯派街坊 走到什麼 我想欺負一下那些年輕人 想做這件事 你能夠欺負的那些年輕人 已經是公約或者sir說話題了 你還要欺負年輕人 瘋了嗎 我去到10歲 我都未必知道 切齒煲湯派街坊 是為什麼 但我知道我可以欺負他們 有知識去斷壓他們 你以為怎樣斷壓他們 是知識去斷壓 是知識去斷壓 斷壓他們 小朋友知不知道什麼叫切齒煲湯派街坊 對 就是要抓住一些小朋友問 大人不問就行 你還問那些在玩泥沙 英俊我們現在來賽跑 輸了切齒煲湯派街坊 心地不好 心地不好 有少少 我說什麼童子君跳彈床 這個應該知道 是不是 童子君跳彈床 會懷孕 什麼事啊 童子君跳彈床會懷孕 的原因是 我有小時候聽過 媽媽說什麼 如果你接收了 如果你很想有寶寶 最重要 你就去叫 剛剛 叫寶寶上來跳的床 哦 或者是你用 一些 成功懷孕的女性的M筋 嘩 這個偏方 真的很偏方 這個偏方已經跟 斬溶和粉沖水飲有少許 其實斬溶和粉沖水飲是一個決心 但它是沒有作用的 OK 你想想 都會有些作用的 你拍下它的話 流量 是啊 很大的流量就是中一次 你們要想一下之後要做些什麼 不是 今天要約Raymond上來 I can 今天要約Raymond上來 I can 要三條 又霸氣點 算你嗎 I can 剛才我想說一件事 忘記了 真的嗎 那不要童子君跳彈床 童君跳彈床 童君跳彈床 不懂 不懂 嘗試喝 嘗試想想英文方向 不是很懂英文 是 童君的英文是Scout S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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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童君跳彈床就即是 Scout彈 就即是說是狗彈 屌 的意思 童子君跳彈 童子君跳彈床 是六個字 但是是狗彈是三個字 所以我要多說三個字 是這樣的 童君跳彈床 其實他就是為了顯得 我懂你不懂 時鈎彈 其實所有童子 童子君跳彈床 所有童子一開始的目標 都是用來啪啪啪的 都是真的用來 你的目標 主要目的是引人問為什麼 一開始就是這樣 他只是想顯擺自己 是的 顯擺自己的創造力 尤其邏輯力很高 但是因為之後每個人都用來啪啪啪 每個人都聽過 所以才會變成人都知道 以前那些人說 你不要 你不要玩弄我 以前的人會怎麼說 沒有想法 你懂想法 你 好厲害 我現在都還在說 真的嗎 你不要想法我 我現在都會說 我覺得挺好的 這個想法這個字 挺可愛的 以前劉德華有首歌 叫做我得你 裡面唱的歌詞是 是十個得你我被完全感化 就是完全感化 然後就被人改了 是十個得你我被完全感化 沒錯 不知道劉華自己有沒有唱過 要聽回劉德華 我們這條片可能 又有周星馳 又有周星馳 又有周星馳又有得華 整個電影圈都快要走進來 哇 這裡有人說 切齒煲湯 他是益街坊 是益的 街坊喝到真的會開心 自豪啊 他應該是自豪版啊 街坊有以形補形的嘛 有沒有聽過 那為什麼我不去飲其他動物呢 就是我飲馬忍都還是 那現在是用人 用人去補回人理論上 不知道出不出界 太變態了 用馬忍啊 啊 你有沒有聽過馬忍啊 當然有啊 串過馬忍啊 串過馬忍 但我想說現在沒有什麼人知道 現在真的沒有人知道 串過馬忍 以前有很多 有串過馬忍 有串過馬頭姑尼的 哦 馬頭姑尼也有聽過 是啊 聽人說以前的馬頭姑尼很串 就像奧偶的員工那樣 所以就串過馬頭姑尼 你要串連燈 然後你要給奧偶一個錯誌 啊 真的嗎 不會的吧 但是馬忍 為什麼要串過馬忍呢 我現在不 馬忍大條 是 我覺得就串 大條就串 哦 哦 聽人都不明白 但是好像不太明白 哦 老虎蟹刀 現在還有沒有人說 老虎蟹 老虎蟹刀 老虎蟹刀 我只是被人 我只是聽過 我被人說老虎蟹刀 哦 那些小事啊 這些都是正確的 哈哈 這些都是正確的 但是老虎蟹其實它是變 很多演變的 例如 有沒有聽過 屌那聲 嗯 知不知道為什麼屌那聲 會出現呢 就是因為 初初就是 初初就是 其實是屌你媽媽 然後 然後 說得快了 就變成屌那媽 屌那媽 屌那媽 然後因為媽 就想斯文一點點 就嘟了媽媽 所以就變成屌那聲 是這樣變出來的 為什麼不屌你媽媽 疲了媽 疲了媽 嘟了媽 嘟了媽 方便一點 碼頭姑娘都應該 應該會真的說屌你媽媽 啊 剛才本身是說什麼 老虎蟹 老虎蟹 老虎蟹的 又是這樣變得 沒那麼粗俗的 那首先 問你有沒有聽過這個 阿婆游泳 或者阿婆賽跑 有沒有聽過 你們有沒有聽過 但是不知道什麼電故 阿婆游泳的意思就是 老虎都撐 阿婆跑步的意思就是 老虎都走 哈哈 就是這樣 那老虎蟹呢 就是來自這個老虎 因為想它沒那麼粗俗 那就加了個老虎蟹 你現在在污染著我 純真又天真的心 蛤 我等你不要亂講話 你是不是做木嘴 沒有染雞籠是為什麼 就是可以自由出入 哦 哦 是啊 沒有染雞籠就是自由出入 我經常不關門給我媽媽 我被我媽媽說 就是 你搞了這個沒有染雞籠嗎 是啊 就是這樣 但其實放在任何動物身上都可以 就是沒有染狗籠 沒有染蒼鼠籠 也可以給我一個解釋 問你有沒有 現在頂多是聽到叫人做MK妹 再以前一點就是飛仔飛雷 MK妹 MK飛仔飛雷 蕾妹 有蕾妹嗎 我 我經常被我媽媽說 我 我經常被我媽媽說 OK 就是你經常出去蕾 其實我想說這段影片 我的媽媽不在 到底我的媽媽也是無處不在 是啊 你的媽媽是跟著你過來的 那個精神 那個精神 精神啊 什麼事啊 精神 不要 不要亂說話 神經神啊 我媽媽很硬 OK 你有沒有看YouTube OK 以前除了飛仔飛女 我們現在就是MK就是MK妹 有一個是專形容女生的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給一些提示 看看 嘟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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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戒 爛戒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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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爛戒妹 以前還有一個用來形容一些 可能很開放的女生 不知道 就是老泥妹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你知不知道怎麼來 因為他們 外面 他們不回家 好像不洗澡 所以有老泥 哦 又中了很多 是啊 因為 你的媽媽說什麼 我慢慢喝光 你的媽媽跟你說 但正常來說 這個字就不可以亂使用 因為其實他的典故就是 老泥的意思是 人體皮膚上面的污垢 一般這種污垢 是沒有洗澡才會形成 老泥妹 因為離家出走 只能靠於其他人進行性交易之後 才有機會洗澡 我不是老泥妹 是啊 所以如果你媽媽這樣用的時候 你可以跟媽媽說 不要這樣說 是啊 但我想說我媽媽很IN 她可能會看這影片 因為有一次 這是一個插曲 就是我有IG給人DM 然後她就是 壞女包 我不聽電話 但她是一個陌生的訊息 但為何她會知道 因為她好像 因為我有給過我Youtube的影片去看 因為她想知道我外面做什麼 我不想跟她說 我也有做事的 我不是無業有文的 然後我又給我的影片 我真的有做事的 然後她找到我IG 然後我經常不聽我電話 哦 即是她在IG問你嗎 對 陌生訊息那邊 所以你媽媽 所以你媽媽不聽電話 你媽媽是懂得自己開IG嗎 是啊 她有Facebook 哇 姑媽 你有聽的 姑媽 她媽媽七十多歲 懂得自己開IG 要學一下 姑媽你的IG是不是我幫你開 哈哈哈哈哈哈 以前的 你當我是傻仔 有聽過多少個版本 你當我傻仔 有聽過哪幾種 你當我傻 是 不是 只是當她是兒子 大佬 你當我狠狗 唉 我說我認識那些 有聽過你當我Lulu 你沒有聽過Lulu 你當我Lulu 沒有聽過 以前是 最多人說的這個 一個就是你當我羅拔 不知道為什麼 阿拔 沒有關係 真的是羅拔 那個羅拔 羅拔 是 戒指 戒指有沒有聽過 戒指應該有 還在這個年代 然後還有那個是 你別當我臭四 哦 臭四 我臭四回去有聽過 我被人說得多 為什麼 因為我經常偷吃公司的薯片 偷吃公司的薯片 怎麼會導致你變成臭四 我偷吃公司同事的薯片 所以我同事就說 你當我臭四嗎 還是你看不起我 不是 偷吃你的薯片 好看得起你 看得起你的品味 可能都不怪我偷吃薯片 因為我在公司做的惡行甚至太多 為什麼你不會被人炒 哈哈哈哈 來了 臭四 就不是粗口 臭西 的轉化語 不是 是的 也都不是 民間傳說的 幫會撤口 又或者 阿四 的意思 它其實是百幾年前的 色氣 趕面養的術語 忍心就是指不受歡迎 害人不淺的和胎 想不到 就跟這個黑面神 或者臭脾氣無關 因為臭四 有些人會以為 臭脾氣 就是不好脾氣 但原來就是無關的 是說不受歡迎 我以為一直都是傻狗 我也以為是 你當我臭四 你當我傻狗 以為是 但原來不是 突然之間多了很多 沒有用的知識 哈哈 但是Lulu呢 Lulu真的沒得解 這個我很想知道 你當我Lulu 我感覺到沒有人會解 是這樣的 原來是可以解 意思是不要當我傻瓜 據說這句話的起源有兩個說法 其中一個就是 來自92年的一部電視劇 《輕輕我我》 劇集中的梅小偉 演的角色就比較傻 並且經常說出這個對白 就流傳出去了 怎麼創造出來的 另外有一個說法 就是Lulu 這個字是來自網上 綜藝節目 《笑談廣東話》 你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笑談廣粗口》就要聽 OK 節目裡面有一段橋段 就是外國人打電話 給香港人名稱要欺騙他 那個香港人得知之後 就會裝懂英文 就說出一句 你別當我Lulu 但其實我挺肯定 不是《笑談廣東話》 因為我在聽《笑談廣東話》之前 就已經有聽過 你別當我Lulu 《笑談廣東話》 《笑談廣東話》是 《七七九零三》的一個節目 就是深美做的 即是深美移動裡面 其中一個環節 我小時候是追聽的 你有沒有聽過表白那個 你是阿希 不是 你是阿希 那個深美那個節目 就是 Gay那個 不是 深美有一個節目是幫人表白的 然後呢 那個老婆 那個女兒表白 但是那個老公有老婆那個 不是啊 我想問你有沒有聽過這個節目 哦 斜 有 這個節目很好聽的 很好聽 哦 我沒有 這個節目是 很多90後的人都會聽 是的嗎 但去到00後就沒有人聽過了 很正常 我是因為我老闆所以知道 我以為你老 哎 滾樣啊 滾樣現在都沒有人用 你沒有聽過滾樣? 沒有啊 有一陣子是滾樣的 很流行說 滾樣就是樣子很滾 哈哈哈哈 你很廢啊 一副無奈的表情 夠不夠你廢啊 一副無奈的表情就是滾樣 就是那些 我不懂怎樣扮滾樣 總之你很無奈的時候就是滾樣 那就是因為有個滾字 你知道那個滾字怎麼寫嗎? 你應該知道那個滾字怎麼寫 有沒有看到 對 樣子就好像很無奈 這陣子是沒有人用的 以前以前都有人用 十卜 十卜都是過氣潮語 但這個就不是以前 這個是過氣潮語 屈肌好像已經是過氣潮語了 屈肌 很屈肌 屈肌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不知道屈肌為什麼 但是 我不知道它點故是怎樣 但是我知道屈肌 你真的很厲害 屈肌 最初 因為屈肌有一年 以前還有會考的年代 有一條題目是 我是DSE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就是故意這樣說 讓你不需要跟我說 你來DSE 唉 它有一條題目是有一年 是它為了應合這個潮流 忘記了是作文還是什麼 裡面有一條題目的題目是寫 比如潛水密凹嘴 見鬼怕屈肌 是在考評局 考評局 是做過一條這樣的題目出來的 很不押韻 不不 不知道它怎麼用的 但是它很有道理的 就是潛水就不要凹嘴 因為會流氣 但是見鬼怕屈肌 這個我就接受不了 真的 很硬來的 然後呢 有沒有聽過 走路上廣州 以前罵人 就是說 走路上廣州 是啊 但是我想說 聽了那麼多 全部都是罵人 是啊 是這樣的 那些言語是拿來罵人的 畢竟我們 生活的50%或者是 都是罵人 都是罵人 大家太餓了 Badlack Jack有沒有聽過 是啊 什麼Badlack Jack Badlack Jack 都是形容 打到你Badlack Jack 就是那些 打到你Badlack 類似那些 哦 打到你Badlack 怎麼可以打到人變血 打到人見Badlack 打到人見Badlack 有沒有聽過上面就蒸鬆膏 下面就賣涼粉 有聽過 是為什麼 多此一舉 我夠了 對不起 打到你Badlack 神經病 太夠了 上面蒸鬆膏 下面買涼粉 就是形容它天氣很冷的時候 假設你穿了一件羽絲 在上面 但竟然穿熱褲 哦 我麻 拿來說 為什麼今天全部都是圍繞著我阿麻 那正常 現在就是在說 那個年代會說的話 很想call in麻麻 不是 call in 哈哈 已經用call in 現在還有沒有說死人頭這件事 有啊 我也是我阿麻 不是 但是 我又說 我也有用 因為我慢慢跟我說 這麼多 我都有用出去 我都不枉慢慢的 交到 交到 我都有用出去 之後 但如果我現在call in 他可能就會得到 哎 壞的Badlack 不聽電話 因為到現在目前為止 他那條IG message 我都是沒有回覆過的 哦 即是你假裝不知道 是 大量的人知道的 你是公平的 你在節目上爆人大鑊 這件事呢 是無分別人的自己 是 你都會把大鑊爆出去 那些不說得的那些 沒有秘密的 那個人 好恐怖 大無謂精神 不是的 你隔壁的人有位 是吧 好啦 那今集到這裏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更加多的廣東話 言語 或者是 常講的口頭閃 如果有的話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那 逢星期五 他就躺著來聽 這次就到這裏了 不知道你這次有學到多少呢 是啊 你有什麼想我們學 或者覺得我們講漏了 你聽到這集 是 撿到寶了 你得到我媽媽的真傳 牙齒叉叉 哈哈哈 那下次也會做一些 收集了大家的題目 那題目好像就是 你做過什麼秘密密的 壞東西 陰質東西 要唱聽 好瘋 你會不會爆自己 我都會爆些 很多 我見過很多 我都有很多 但不是我做 不是我做 喜歡的話就記得加入會員 我會出片可以再出得密一點 那就逢星期五再見 這個節目 下次見 拜拜